说到黄飞红应该没人不竖起大拇指 黄飞红一生己事为怀就死扶伤 后来经过一些明星的不断演绎 更是让人对黄飞红膜拜不已 但是在那个年代 并不会因为你是英雄就对你温柔一些 或原假中毒李小龙暴毙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代宗师黄飞红的晚年 黄飞红三岁习武 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 后来又因为一些际遇 黄飞红学了很多的真功夫绝技 在黄飞红父亲去世后 黄飞红继承了爹打仪馆 也就是宝之林 黄飞红相继娶了马氏和岑氏为妻 但是二妻都在生下子女后病逝 黄飞红之后也一直未娶 直到遇到墨桂兰 开始了一段老少恋 黄飞红的儿子们也跟黄飞红一样 有着侠肝一胆 其中黄汉森是黄飞红最爱的一个儿子 在一次黄汉森打抱不平的事件中 被暗算惨死 黄飞红自事发誓 不再教儿子习武 后来在1924年的时候 又因为镇压工人运动 广州的国民政府将西关一带的房屋全部毁坏 宝之林也伸其中 长子本想靠着宝之林赚点钱养家户口 没想到祖传的心血 就这样富裕一具 这样的打击也让黄飞红更加抑郁 抑郁成疾还无前一致冰清 于是在1925年 黄飞红打手人寰 终年69岁 乱世出英雄 但是英雄最后却不得善终 有想过英雄迟暮 但是却曾未想过英雄晚年 尽落得如此悲凉 黄飞红死后 家里连一副棺材钱都凑不出来 他是在自己的弟子和一些亲朋好友的帮助之下 才得以安葬 可悲可叹 一代宗师英雄 最后就这样遗憾去世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探讨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我们哟